红石隐寺密谈之后走出书房 此时内务府的人 已经将廉亲王府里的物品清点的差不多了 红石见红旺等几个弟弟 仍旧替似滂沱的跪在冰冷的砖地上 便走过去温声说道 弟弟们都起身吧 我们的公事说话就完 你们还该进去照看八叔才是 带红旺等几个人去了 涂里琛和马明起二人便迎了上来 涂里琛笑道三叶 清单历时就出来 红石转向马明起问道 大约总数值多少银子 恐怕这回子也清理不出戏账 不过皇上待会要是问我 我总不能说不知道吧 马明起陪笑道 八叶的东西都很有条理 绸缎是绸缎库 贡品是贡品库 玉器 瓷器 真玩古董 家具 金银钱 都各自有库有账 一丝不乱 这里的兄弟每人得了二百银子 也再没有敢贪心大胆的 只要账银相辅 账务相辅就疯了 我估摸着除了皇上赏的 私财总共约二百万两银子上下 各处庄子总共有十三座 银号 当铺 古董店 二十七处不在帐内 账面约值六百万两上下 贝勒爷您跟皇上估个七八百万 不至于离大铺的 红石知道陨寺在东北 还有挖人森和金矿两处收巷 却也没有挑明 只是笑着说 当年抄十三书总共才抄出了十几万两 就是兄弟一样的俸禄会不会经营 也是天差地别呀 说着话便由马明启和涂立琛 带领着到各处库房查看了一番 便指挥着众人离了廉亲王府 一整天惊涛骇浪般的喧嚣过去 到了晚上 廉亲王府一下子沉寂了下来 八爷陨寺就像是做了一场噩梦 他呆呆地坐在堂屋 看着哭泣的家人们 一家子二十几口子人 儿子们跪着八福进坐着 其余的人都是满腹心思地势力着 刚刚发芽的柳条在风中慌乱地婆娑起舞 屋檐下的铜马被风吹得叮叮咚咚的响着 更增添了人们那凄凉无主的心绪 八福进郭罗罗氏亲手给隐寺端上了一碗暗红色的汤水 柔声说道 这是一碗身躯汤 王爷将就着用点 屋子里原来有二斤老山深的 天杀的门 查看了就没影了 这他娘的是什么世道啊 也怪我不好 拖累了王爷 说着他便抽气哀嚎了起来 郭罗罗氏说这些话也并非无音 他是老安亲王的外孙女 他的外祖母便是赫赫威名的 满清首辅大臣之首索尼的女儿 也是孝成人皇后的姑姑 隐寺的生母梁妃是新者库换衣奴出身 因此隐寺的出身地位是非常卑贱的 但自从郭罗罗氏嫁过来之后 便无形中抬高了隐寺在兄弟们中的地位 故而郭罗罗氏平素就骄横跋扈 也从来不把隐寺放在眼里 而这位八贤王也就从此落下了一个怕老婆的名声 在太子印人第一次被废的时候 群臣举荐隐寺入东宫 康熙就曾经说过 说隐寺受国于妻 倘若未来主宰天下 恐有女主当国之祸 从那个时候起 隐寺便再没翻过身来 现如今家世败尽 郭罗罗氏才猛醒过来 原来自己的娘家毫不足平 这个王府离了隐寺便什么也不是了 隐寺淡淡的一笑 抚慰他说道 其实我是树大招风 财高震主的罪 跟你不相干的 圣祖原本只为惩戒一下太子 举荐原不过是个幌子 没想到满朝文武都举荐我 把他老人家给吓坏了 以为我有篡权夺位的心 我虽自认不是当皇帝的料 可他老人家给我们选了个什么样的主子 说到根子上 他就是嫉妒我 嫉妒我得人心 他的心胸连个女人也不如 算了 不去说他了 说他让人心里更悲更恨 像他这样的毒夫民贼 天不会照应 还是说我们的事吧 你是福晋 他顶多主你回娘家 你只要把儿子们带好 我无论死活都是安然的 郭罗罗氏边哭边说道 我的爷 你怎么说这个话 我是死活都要跟着爷的 老天爷 你好歹睁睁眼 哪见过哥哥这么整只兄弟的眼 说着他也是大放悲声 他这一哭 一屋子人也都跟着嚎啕大哭起来 允四低声说道 你们都别哭了 听说我改封民亡 但据我看 这是一朝旗分成两步走 他不把我整死或者是整疯 是不会撒手的 将来我若被圈进 你们又何苦都白搭进去呢 只留两个人在我身边伺候也就是了 我看就是紫燕跟乡主两个大丫头 紫燕乡主 你们俩现在说实话 要勉强我宁可再换人 话音刚落 两个丫头已经跪倒在地 磕着头哭道 我们都是讨饭的出身 也把我们从人牙子手里买出来 如今老子娘都成了人上人了 我们就是死了能报得了您的大恩吗 奴婢们死也不离您半步 允四一生乐善好失 扶危济困的事情究竟做了多少 连他自己都不记得了 沃尔才落下了巴贤王的称号 此时见两个大丫头知恩图报 允四顿觉心里一阵暖融融的 然后他对锅罗罗氏说 我知道你还有几个提级钱 不过百十万吧 你若是带着一大家子人落魄回门 娘家人的脸色也是不好看的 依着我说 除了孤苦无依的跟着你以外 其余家丁苦腹 现在就全部遣散 啊 现在 所有的人都愣住了 谁也没有想到 事情会严重到这个地步 洪望是长子 十五六岁的年纪已经完全懂事了 他跪前一步哭着说道 父亲 事情还不到那一步 您现在这么着容易起流言呢 皇上本来就疑心重 在这个当口 咱们动作越小越好 允四心酸的一笑说道 到那一步再做就来不及了呀 好孩子 说吧 就见允四站起身来猛一丝一斤 一大碟银票便从里面掉了出来 他把银票拿在手里颠了颠说道 这是我为大家积下来的 总共是一千万两 允四惨笑着说道 人啊 最好是能有权 有了权 什么银子美女 华唐名声都会不招自制 其次是要有钱 他超去我八百万 我这里还有一千万 今晚就都给你们分了 然后你们全部带着钱走 此时众人已是个个惊得目瞪口呆 他们谁也没有想到 这位平日里口不严厉 手不沾钱的八贤王 竟亲自掌握着这么大的一笔钱 允四将一多半银票交给郭罗罗氏说道 这是咱们自家人 有你分派 穷的就多分点 富的就少分点 郭罗罗氏满脸泪光的说道 我的好爷呀 咱们这个家今晚就败了吗 说话间只见太监总管合著和老管家丁金贵 带着几个二管家进来 众人在丁金贵的率领下给允四磕头行礼 丁金贵颤巍巍的说道 奴才刚才清点了一下 东书房里伺候的有八个告病的 老赵家是最混蛋 一家四口跑了个金光 我盘算着明克要一个一个把他们都找回来 盼主逃跑 看我不打死这些畜生 允四说你千万不可这样 我素来是个诗人不图报的 事已至此 刘是你们忠义 走也有走的道理 你们非但不要去追 每家还要给他们五百两银子盘缠 说吧 他接过乡主捧过来的茶 喝了一口 缓缓的将要遣散众人的话 对大家说了 这一把封给大家 单身奴每人两千 成了家的每人四千 我的家是奴才 每人五千 你还有几位师爷 每人十万 丁金贵连连磕头说道 爷 您糊涂了吗 您这是叫我们当不义之人吗 死活不过是一条命 把我老头子早看开了 我们不要钱 爷爷您走到哪一步我们都跟着 就是屈众庄稷 我们主仆难道还不能养活自己吗 好我的糊涂主子呀 再莫说散了的话 此时的隐私也在尽着最大的努力 控制着眼中行将掉落的泪水说道 你们也饱毒惊死 不糊涂 我已经仔细想过了 我若过得去这一劫 咱们见面再容易不过 我若过不去 就不如早早离散 待会分了银子 能走的今晚就走 白天一窝蜂子的出府也太扎眼 看着情势雍正是想一步步的斩尽杀绝 你们留下来也不过是白陪进去罢了 最后隐私泪眼模糊的望着何柱说道 只是苦了你了 你名声太大 又静了身子 是个没处去的 我给你二十万银子 去投个靠得住的朋友吧 说罢 隐私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般滚落下来 何柱早先在玉姓公废太子身边当总管太监 康熙四十七年便投靠了隐私 当年九位二哥夺嫡征位的时候 他以廉亲王府总管太监的身份 往来于各王府 周旋于紫禁城 也是雍正眼中一颗不算小的钉子 他自己也深知恐怕也是难逃厄运 然而此时的何柱却沉得住气 他强忍着悲愤说 奴才压根也没想过什么出路 银子我是不要的 平素爷赏得也够咱们不穷了 再说了 奴才陪着爷吃官司蹲圈进 您手里总得有点钱不是 隐私说赵雍正的秉姓 他断不会发善心 叫我留那么多的体面人在身边 你没见十四爷身边的乔尹弟吗 银子你还是拿去 你有这片心也就不枉我素日疼你 你跟别的人不一样 身带残疾在这府里当差 有时为了遮外人的眼 我还得拿你做法出气 你这一辈子苦啊 不容易啊 隐私的话触动了何柱心中的隐痛 何柱终于像踩了鸭脖子似的怪声怪气的 毫哭了起来 此时屋内所有人 都像送葬一般的哭作一团 一时间男人声女人声 老人声孩子声 还夹杂着公鸭嗓 就像来自鬼府地狱般阴惨惨的 在这漆黑无悦的王府上空飘荡着 又过了两天 军机处拟了旨意颁发下来 废除廉亲王封号 隐私改封民王 而隐唐跟隐提则是只字不提 雍正又命十七亚格 义亲王雲里 督办赛斯黑和十四爷两府的抄家事宜 雲里今年才27岁 康熙的儿子们大多身材心长 唯独他个子矮小 加之常年在塞外练兵的缘故 人长得敦敦实实的 脸色是又黑又红 两条小腿也因为常年骑马 而变得有点螺圈 雍里来到畅春园觐见雍正 进屋之后 他先是规规矩矩的行了礼 然后便笑道 臣弟还没吃饭呢 我想着先来回皇上 说不定能饶点御膳坊的伙食 垫垫机呢 此时雍正也正在用着午膳 他今天的情绪似乎很好 用手指着岸上的菜 对高雍雍说道 把这些个菜都撤过去 赏你十七爷 朕只用这一盘小豆沙馅包子就行 高雍雍连忙答应着 端着条盘把饭菜摆放在了 云里面前的挤上 一盘公报青椒野鸡 一盘芹菜豆芽 一盘烧三样 一盘酱蒸路口条 外加一海碗鸭骨汤和十几个波波 几乎都没有动过 云里笑道 那臣弟今儿可就要放肆了 说着他夹起一大块路口条 塞进嘴里 拿起波波一掰两瓣 鼓着腮帮子一顿大嚼 煞时间风卷残云吃个金光 雍正看着他是笑着说道 你吃饱了没有啊 没吃饱正在赏你 我说老十七啊 亏你还是天皇贵胄 哪有这么个吃法 云里满意的用手抹了一下油光光的嘴巴 笑道让皇上见笑了 这是带兵带出来的 我跟古北口军中将领一个锅里搅勺子 吃起饭来那竟是一群恶狼啊 不我一个人戏嚼慢咽的叫人笑话 我是个公子哥 慢慢的我也就跟他们一样了 其实十三哥就是那时在外练兵 弄坏了胃气才落得一身病的 雍正不解的问道 那你怎么就没有吃坏胃气呢 云里说胃气这个东西啊 底气壮越吃越强 底气不壮越吃越黄 个人的禀赋不一样 十三哥比我心思重 他吃亏就吃在这上头了 看着云里吃完饭 雍正对乔引帝吩咐道 给你十七爷倒杯茶 老十七啊 我让你去阿奇纳跟塞斯黑的府里看看 他俩都有些什么话吗 云里虽然刚刚回京不久 但已经知道乔引帝不是一般的工人 他欠身接过了茶 对着引帝点了点头 算是打了招呼 回奏雍正道 阿奇纳已经几天没吃饭了 是躺在床上停止的 他只是笑了笑 一句话没说 塞斯黑接了指 也谢了恩 神态很是巨傲 说皇上是至尊圣人 还会说错了我 我如今万念俱灰 请云我消化出家 如果罪大难舍 我自请明正典型一张国法 若是幽居圈禁 像大哥那样疯疯傻傻的招人可怜 还不如死了的好 雍正听着脸色已是沉了下来 隋友问道他俩还有些什么话吗 你只管说 云里继续说道别的话倒是没有 只是据图里琛讲 扇平拿住了两个可疑之人 行李里头夹带着两封书信 一封是藩文 一封是汉文 像是塞斯黑的笔迹 我都带来了 请皇上过目 说着他从袖子里抽出了那两封信 双手递给了雍正 雍正先是看了看那封藩文的 觉得有点像青天间档案里的英籍立文 他颠来盗去的看了半天 一个字也不认识 此时雍正忽然想起了 李卫看文书时那副装耳挠腮的样子 心中感到有些好笑 再看那封汉文信 却是十分的简单 大意就是说 西年楚霸王项羽 弃吞山河 力能钢顶 百战百胜 最后还是败给了奸诈小人 此乃天意 非战之罪业 这一次我等政变失败 结局已无可挽回 但我们也不要像霸王别姬那样 儿女情长 无非是抛头颅 洒热血而已 雍正探罢了信 皱着眉头问到 送信的人招了没有 他们是哪的 云里说两个人都招了 是塞斯黑写给允提的信 那封西洋字的信 据说是云 是塞斯黑 当初在西宁的时候 阿奇纳亲手造的 他跟塞斯黑还有允提三个人 各持一本义马 陈弟又赶紧查阅了三府的超单 里头却没有义马 因此一时也弄不清楚 这封信里到底说了些什么 雍正冷笑了一声 说到他们的心思一点也不难猜 无非就是求死 让朕杀了他们 好落得个暴君的名声 尹弟啊 就是你这旁人想想看 他们可还有半点做兄弟的情意没有 乔隐帝听罢 低头漠然无语 此时恰好张廷玉 朱氏 鄂尔泰 跟芳包四个人 被太监引着连妹进来 给雍正和云里分别建立 雍正命众人做了 吩咐隐帝上查 然后便将两封信交给大家传阅 朱氏是头一个看完的 他把信递给了张廷玉 然后在椅子上一倩身说道 皇上 事情是明白着的 人人都晓得阿齐大等人寄予大魏 二十年如一日 弃而不舍 您就是再多一点证据 也增加不了什么 如今上书房每天都接到几十封的奏章 不是弹劾就是调臣 总不外乎铺陈他们的大罪 建议如何处置云云 但无论如何 这只是一桩案子 毕竟不是政务 朝廷的思路 还是应该放在天下大事审 鄂尔泰也接口说道 臣也以为塞斯黑的案子不亦大张旗鼓 这其实就是老案子里的新知节 他们摆个死住不怕开水烫的阵势 无非是要把事情闹大 好乱中求是 那样一来 新政也就耽误了 雍正帝听罢几个人的分析 冷笑了一声说道 朕也是这么认为的 我看这个案子就由云指跟云路承办 军机处就不必专门过问了 推行新政才是军机处眼下的第一药物 春荒就要到了 山西安徽跟江西几处去年有水灾的 前头已经有纸 从湖广掉粮 你们几个催问一下这事办了没有 此外 何泽县令揍上来一份折子 说他那里已经饿死人了 朕已传旨 从施士轮那里调拨三万石去合则 雍正喝了一口茶 又好像猛然想起什么似的说道 山西燕门关跟定乡几处闹了血灾 下亭寄给山西巡抚 叫他亲自去看看有没有断炊的就地震灾 今年免去山西通省的赋税前两 几个大臣不解的相互看了一眼 心说这山西的血灾并不大呀 只是压垮了几座民宅 犯得着这么特地关照吗 允路陪笑道 山西巡抚乳风已经揍上来了 近北跟近东南 今年都是丰收 他们不缺粮食 免去山西通省的赋税前两 臣以为似乎不必 此时张廷玉却已是摸透了雍正的心思 他笑着说道 十六爷说的是 臣也以为不必免去山西通省的前两 只要当地的都府多多抚慰受灾的百姓 使其赶目黄恩也就是了 此时云里一眼瞧见了乔隐帝 执着银平势力在旁 他定时恍然大悟 继而点着头笑道 嗯嗯嗯 横尘顾虑的比我周到啊 雍正的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 他干咳了一声 岔开了话题 说道 丰文河南乡士 秀才们要罢考 看似是对田文静 其实是冲着官身一抵 当差纳粮的心正来的 田文静不能说没有错 但无论如何也不能 现在就加以身赤 否则心正就被毁了 方包先生可以写一封信给田文静 就说以命宝亲王亲赴河南 另外礼服也奏田文静 磕睡太重 而且遭见读书人 礼服是不会糊弄朕的 你叫田文静巨石密奏上来 有不适之处 朕自会指点他 不要叫外人笑了去 紧接着雍正 凝望着窗外畅春园的 万物复苏的美丽景致 感慨的说道 看看这春光 想想这人生 光是争名夺利 实在是负了老天的 也实在没有意思 就是阿琪娜他们 见了这春光 也该彻悟点 我看允娥就在张家口圈进 发允堂去保定 由礼服看管起来 陨寺就留在北京 只要他们不再为非作歹 朕也懒得难为他们 今日就意到这 你们跪安吧 弘历街道返京旨意时已是四月初三了 此时推行新政的朝遇 已经天下皆知 南京城大街小巷都张贴着 解释新政的故报 李渭不仅动员了各级官员 以及乡绅和秀才们在各地宣讲 还把新政的内容改编成顺口溜古词跟莲花唠 不遗余力的大肆宣传 甚至就连秦淮和尚的井接客 也是每刻发放一份传单 总督府衙门在南京最热闹的夫子庙 专设了一个灯篷 各色的彩灯上也都写着与新政有关的灯迷 凡是猜中的便发放一张彩票 凭着这张彩票回乡可知一生的粮食 总之啊 为了宣传这个新政 李渭是无所不用其极 绞尽脑汁就没有他不使得着 雍正得知甚喜 并且明令嘉奖 宝亲王弘历每天通过亭记 抵报跟密封匣子 对京师的情形了如指掌 什么八王义政事件了 将塞茨黑押送保定了 礼服上折子弹劾田文静了 还有罗布藏丹增病死 其残部以为侧林阿拉布坦收留的军情通报 以及各部官员的任免云云 弘历可谓无一不知 他原本还担心自己久在外上 万一有人在雍正跟前拨弄是非如何处置 但是现在看来 不仅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 而且他还隐隐的意识到 红石在京办差 多有不合皇帝心意之处 因此现在的弘历心中已是完全释然了 这一天的晌午 四个长髓打扮的汉子过了二门 就在弘历屋外的天井里 一字排开齐声禀道 四王爷 行剑业行剑闽 行剑中行剑一陪主子练招了 这行家四兄弟原是山东人 祖传七辈的捕快世家 父亲年老退休后便派四个儿子到李渭处走动 希望孩子们能够凭借一身的本领谋一个前程 李渭特调了他们做弘历的贴身保镖 并担当弘历的把式陪练 弘历见他们几个到了 随即脱去外身的袍挂 月白色长衫上只套了一件玫瑰紫巴图砍尖 又换了一双灯心绒的造靴 将袍脚掩在腰带里 一手提了根齐眉棍步出堂前 常言道七尺为枪 齐眉为棍 大枪一仗零八寸 弘历提棍在手 拉了个门户 真是英姿萨爽 华彩少年啊 他笑着说道 今儿恐怕是最后一次在这练把式了 我说话就要回北京了 明儿个起要分头接见南京的官员 就没空玩了 咱们今儿怎么个练法呀 几个人说 凭四爷吩咐 弘历微笑道好 今儿换个花样 我练棍法 你们一个个上 谁能从我手里夺下这根棍 赏二十两银子 弘历说着便从靴叶子里 偷出了一张银票 放在窗前的台阶上 用石头压住了 回过身来 支了个门户 单手抡棒 一招满天撒网 身子低溜溜连打了十几个旋子 顿时满院生风 四兄弟见他如此潇洒利落的起手 不禁拍手叫好 只见弘历武的兴起 齐眉棍犹如风车一般 还夹杂着拳脚 连天井边的花草都被棍风催动 此时的四兄弟都已经看出来了 弘历的棍法 虽然受过大内高手的指点 但却犯了功病 尽管是武的秘不透风 却只是个花架子 好看而已 只见老四行剑翼一个栖身 已经进了场 大叫一声四眼 得罪了 他瞧准了弘历下盘不闻 便猛攻弘历的下盘 弘历急忙飞身跃起 险些失去了平衡 他慌忙撒开握了棍子的手 两手称帝就是一个翻滚 利落的站起身来 纵然是没有丢丑 但是棍子已落到行剑翼的手中 弘历笑着说道 好身法 不过这倒也齐了 我这棍捂起来 连水都泼不进来 你是怎么进身的 大内的那些侍卫们 也没有你这本事 行剑翼笑嘻的说道 那些个大内侍卫是让着王爷的 他们专向林捂的密的地方泼水 那自然就泼不进去了 因小人欠了人家赌银二十两 爷这张龙头银票 瞧着太叫人掩热了 因此就放肆了 红历厅把爽朗的大声笑道 原来如此 好好好 你既然这么实诚 你主子就帮你填还这个赌债 他一边说一边 回头去取那张银票 突然大惊失色 原本台阶上好端端的压在石头底下的那张银票 已经被换成了一张薛涛剑 红历脸上带着凝固的笑容 展开一看 上面写着一首诗 今在秦政再公还 忍听旧歌吉林园 妙手空空锦香告 北去途中防貂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